近日美国在与俄罗斯咫尺之咬的阿拉斯加半岛 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力量展示 20多架F-22猛禽战机大向漫步 毫不掩饰对假想敌的威慑意味 3月29号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公布了一段视频 在阿拉斯加埃尔门多夫里查德森联合基地 24架F-22猛禽隐形战机排成了四列纵队 在跑道上密集队形滑行 一架C-17大型运输机和一架E-3预警机紧随其后 美国空军将军机在起飞之前 以紧密队形滑行称为大向漫步 演习地点阿拉斯加与俄罗斯仅相隔一个白岭海峡 最近距离只有35公里 威慑意味十分明显 美国空军在新闻稿中称 这次为期两周的演习 给了各个飞行中队一次很好的机会 来展示他们向前方部署 并投递压倒性空中作战力量的能力 F-22战机是目前美国空军最尖端的作战飞机 也是全世界第一种五代机 其隐身超声速巡航和信息化能力 都是战斗机中的佼佼者 而美国还在不断改进 使其与C-17运输机等保障飞机一起 可在全球迅速部署投入作战行动 美军将大批F-22战机部署在阿拉斯加 最大的假想敌自然是俄罗斯 长期以来俄罗斯都利用北极空域对北美空中威慑 派出图160 图95M和图22M3战略轰炸机 对美国和加拿大战斗巡逻 F-22战机则频繁从阿拉斯加起飞 对俄罗斯轰炸机监控和拦截 此前美俄都曾拍到多次空中对峙的照片和视频 可以说这里是美俄冲突的最前线 但是在五代机的研发上 俄罗斯也不甘示弱 就在3月20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苏-57在所有战术和技术指数上 都是全球最好的飞机 苏-57是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 可用于揭灭空中地面和水下的所有目标 该战机于2010年首次升空 具有高度的机动性 其现代化机载设备 及其隐蔽性 保证了苏-57的竞争优势 俄罗斯红星电视台2018年底 首次播出有关苏-57的专题片 片中苏霍伊的总设计师介绍说 苏-57的诞生就是要告诉美国 有一种战机要比F-22和F-35的性能都优秀 如果把F-22和F-35的编号数字相加 就会得到57 专家指出 从技术展看 苏-57的很多设计 都是针对F-22战机的弱势或短板进行的改进 但苏-57的研制进展较慢 生产和裂装数量太少 还无法形成规模 俄媒此前报道称 第二架量产型五代战机苏-57 将于2020年列装俄空天军第一架按计划于2019年列装